作词 杨茜茜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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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我懂未来太多不确定 我只能确定你就是唯一 不怕走散在人海里 因为我真的走心 爱着你 亲爱的 我对你是三心爱意 听仔细 绝对不是三心二意 要专心 爱的用心付出真心 好好爱你 我说的 爱就来到全心全意 来着你 我对你是一心一意 今天起 我的心跳迈不呼吸 都只为你 我说的 爱就来到全心全意 来着你 我对你是一心一意 今天起 我的心跳迈不呼吸 都只为你 sizediv 所以就是你 只有你 来 走你 走 我叫你 哎呀 哎呀 来来来来 好说回来了 你玩呢 明日回来了 回来了 您好 灵灵 李爱依好 哎哎哎 李好再换手 哎哎哎 用左手 往这边啊 这边 这方向 然后呢 用这个 这个 找这个尖 这么早就想办了 找这个尖 做二十下 又在普及养生知识呢 钱 讲座 今天教的回去复习啊 妈 妈 好了 好了好了 咱们回去吃饭吃 我的琴 好包呢 好 别忘了回去练习啊 拜拜 使劲做 再见 二十下 走了 瞧这女的多坏 你看我就说嘛 早晚会是这样下场 你看 仇昊 在经济起来的医生时候 目前已经脱离医院 堪称疑学起尽 而她在意险时 一直拉着拢手的女孩 也充足大家欢度的骄念 你哪里 是 是 我 怎么了 小姑姑 林瑞 小姑姑这次死定我 所以你说 欠你四百万那个人 是林瑞林医生的姑姑 是 阿姐 雅汁姐也跟我说了 她有一个侄子林瑞 在市医院做外科大夫 而且雅汁姐人 真的是特别好 所以她是肯定 不会去赖账的 而且她们家的大姑姑 闭嘴 我拿了你前姑姑离婚 分给我的那点财产 搞了点投资 我赔光了所有的钱 我还 我还 还怎么了 我还欠了四百万 现在人家催着要还钱 我也拿不出来啊 林瑞 你千万别跟 千万别跟你妈 还有我姐讲 她们知道我肯定死定了 好 小姑姑 你别担心 这件事情 我来想办法 好好好 好好好 可以可以 没问题 好 再见 约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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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明天可以见面 姐 那个 您还有什么其他夫妇 这里是公司 叫我陆总 好好好 我以后一定注意 以后改口叫小陆总 四百万 借得可真好 姐 我这 你倒是人美心善 灰金如土出手大方 这不让姐姐工作很辛苦啊 姐 小陆总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马上回麦上去工作 我保证 我为你为爸为陆明 我做牛做马 鞠躬金翠 我死而后已 你妈呢 对 我还要为了我妈 我为了我妈 我拼了我这条小命 也要跟你争家产 我让你在战胜我的过程中 感受到极大的成就感 行了 走吧 姐 那个 信用卡的话 滚 好好好 我现在立刻马上滚 拜拜 林玉 你逃不掉了 去 jobs 陆方宓 陆明集团总精灵 陆方宓的姐姐 你姑姑凌雅芝的 债床 我就是你要负责的人 陆小姐 我本人 愿意替林雅芝女士 承担全部的欠款 但是因为这笔款项数额 确实比较大 所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我完全可以理解 所以 您愿意延缓还款时间 关于这方面 我想到了一个全盘的计划 一个对你跟我 都非常好的计划 二百万 自愿结合 二百万 自愿结合 你跟我结婚 只需要维持一年 一年之后 就可以抵消两百万的债务 不用特别感谢我 我需要一个婚姻 来应付我的家人 而你真合适 你不用特别感谢我 给你这个机会 抱歉 我拒绝 两百五十万 一大半的债务 三百万 三百万 一年三百万 是你一年薪资的好景 你仔细想想 如果我们合作愉快的话 这会是一件双鸣的事情 高手 四百万 全部 你只用跟我维持一年的婚姻 一年后这笔债务就一笔勾销 我踩腿了 好 你也ئ的 你也得了 我是 토� 你们早見 回头 我再想想具体的还款计划 再通知陆小姐 一定不会让您吃亏的 等等 等一下 陆芳凌 顾道歉 这里是办公场所 不欢迎网红 我不是网红 是大 多一啊 那你别再给我图张了 我让我爸不给你投票 我好害怕 你 宝安 你别叫宝安 宝安 不许叫宝安 宝安 把这个缝子给我带走 你说谁缝子你 唐萍萍 爸爸 萍萍 你找爸爸呀 我 你走错地方了 我不是在那儿啊 方天你在啊 你看我这个傻闺女 连我办公室都记不住 走走走走 我不走 我要她给我道歉 把我手都摔断了 疼死了 闹什么欠啊 不就扭了一下嘛 没事 不行 爸爸 不许给她投票 好好好 不偷不偷 不偷啊 放心 你放心啊 下次懂事后我一定给你投票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还疼 爸 疼 老先生你过来 疼啊 你先走 疼 老先生 是胸部上段疼 还是下段疼 有没有气闷或者压迫感 我我 我没睡好觉 我怕生气 我怕生气啊 疼叔叔 快点水 谢谢 没事 医生 我爸爸他怎么样了 还是要尽快去医院 到胸部外科和内科 做一些详细的检查 一一排除才知道 疼 疼 那医生你是什么科的呀 我是普外科的 普外科的 那你平时什么时候在医院啊 林医生 我看这也没什么别的事了 你可以先走了 老先生 记得去医院检查 谢谢 卢方宁 你把这么帅的小哥哥找来 你是不是有什么起伏 我问你的话呢 你晚上跟我一起去呗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 不去 你就跟我一起去呗 而且是我掏钱 你又不花钱 你先个亲能走了 我去 行吧 干嘛呀 弄我菜干嘛 这种你每次做事啊 而且我又不够吃 给我吃点怎么了 那我也得自己吃 不过也是啊 你这外科之花 确实也不是 区区相亲就能摘得了的 更何况是一个 一心向着医学事业奋斗的 高龄之花 是吧 跟我说说呗 上次重点之后 谁呀 我怎么不认识 是 应该不是咱们可使的 我都不认识了 而且应该不是 什么病患家属 你不是干那种事的人 别胡说吃你饭 家里有什么事吗 你那表情 很长时间没出现了啊 是出了一点问题吧 还是上次那银行账号吧 你要干吗 我给你汇钱啊 能让你出问题的 那大概率是钱吧 那也不用你转 很多啊 比你的房贷多 那你还要心情吃饭你这人 人是铁饭是钢 不是浪费的 不是 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已经想好办法了 虽然 是有这种 你别了我还是给你汇点吧 万一哪天你突然过得那么消失 这一大白科之花没了 我上哪找人去啊 你话怎么那么多 别胡说吃你的饭吧 我跟你说 惯犯没有新人度 你说你这个人长这么帅 有什么用 哪天突然来一个总裁 把你娶了 那才好 不 高尔凡 你说我的谈判机会怎么样 没有您拿不下的合同 是我退步了吗 您是说 昨天跟易瑞代表不谈判 我觉得您的表现完美不下 谈的条件也都达到了咱们的目的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那是 谁有问题 凌瑞有问题吗 你说 凌医生 她怎么办 我提出跟她结婚 她一天从二百万一路在那儿了 四百万她都不愿意 为什么呀 这个 说 说 是我吃盐路总 咱们是去谈结婚 又不是谈生意 你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男人娶你的时候 上来就告诉你 他能给你多少钱 你们未来的生活会如回地双赢 你觉得你会开心吗 不开心啊 我为什么不开心 漂亮 那我就 说 路总 您看我下个月的假期和假 说 不谈钱怎么谈 谈什么 当然是 谈心 谈感情 让她看到你的真心 还有热情 好 不去公司了 我 我的奖金呢 你一会儿下班干吗去 我一会儿回去还有点事情 还有工作 你能有什么事 工作你回家工作 你可算了吧 到底干吗去 林医生 你好 你 我是唐萍 就是那个每天一苹果的瓶 我想下来了 唐小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就是 上次你走之后 我就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我有很多话 想跟你交来交流 那 你俩聊吧 我先走吧 好 唐小姐 嗯 你不是我的病人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失求 可以去医馆科 在东区五百 我们先走了 哎 林医生 不是 你看啊 这个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送给你 那都不好意思 谢谢啊 那个 其实吧也挺不好的 就是 行贿受贿这种事 在哪儿都不合规矩是吧 我不是送给你的 我们还有事 先走吧 哎呀 林医生 我们真的连朋友都不能做吗 恐怕不行 哎呀你别走 恐怕我们走 林医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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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 这么巧 二位应该不是朋友吧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唐萍 萍萍无奇的萍 明明是一件新鲜的票 一件新鲜的有萍吗 你 就是金苹果的萍 萍萍无奇 这位呢是我男人林瑞 不是 不可能 他 我先看中的 那你怎么不造个城堡 把他供起来呀 唐萍 你居然连我未来孩子 他爸都敢强 哼 就算是你孩子也有怎样 唐萍萍 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啊 就 你再碰我一下 你再碰你 再碰我 我再碰你 再碰我 你再碰我 闭嘴 闭嘴 别演了 他一不蠢二不瞎 看得出你这点网红眼睛 你 林医生 我今天来呢 其实想跟你谈一下 上次我们没有完成的话题 这个 给你的 你跟我走 听到没 他说我跟他走 笑着什么你 你给我回来 这边人 那个我 要不我带你去医馆科还是 骨科看看吧 不用了 谢谢啊 让开 请你和我结婚吧 陆小姐 我想我之前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吧 你现在可以问我一些正常的问题 比如说为什么会是你 算了 你不用开口 让我来告诉你 之前 我们见过三次 你性格好 身材好 有魄力 让我十分满 心动 凌芮 我是认真的 心脏在左边 陆小姐 陆小姐 我还是想和你商量一下 我的还款计划 你认真的吗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没想到这个年头 还有人要主动还钱 为什么呀 自尊心 其实你没必要这样 在男女平等这件事情上 我们可以体现得更充分一些 我知道你没什么存款 你的钱从你正式工作开始 就已经以各种名义 捐给慈善机构了 但是没关系 我允许你利用我 一路方您丈夫的名义 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争取更多的福利 我知道你要去德国 我们可以 陆小姐 我的确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也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理想 但是我不会因此 突破自己的原则 婚姻不是一桩买卖 任何事情 都没有结晶 婚姻本来就是 两个家庭资源的重组 这根本不是结晶 这是舍小未大 你心中要有大爱 要有牺牲和奉献的精神 所以就要牺牲婚姻 奉献给你 当然 感谢你对我家人的帮助 还请你 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还有 请陆小姐 不要把这件事情 告诉我的家人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这个鲜花 病房里面不能放 麻烦陆小姐 带回去吧 谢谢 果然是脆弱又没用的东西 老费钱 陆总 您看 要不要叫邓律师 律师 对 追债找律师 天经地义嘛 让我再想一想吧 出去 好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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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在那儿 你看我 就你肯定会 神经病 你肯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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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尴尬 你肯定会 不肯定会 你肯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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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肯定会 怎么了 你刚说了吗 我说 老心 老肝 老肺 怎么了 爸 你病了 没有啊 我就是年纪大了 有点气喘 之前那个厉害的医生说了 你真的病了 我好着呢 我能吃能睡的我没毛病 你有病 你得去医院 我没病 我去什么医院哪 你有病 你去医院嘛 我没病 不行 去医院嘛 去嘛 你病了 没什么大问题 回家注意休息就好了 好 谢谢医生 爸爸 进来 林医生 你好 你们 你上次不是让我爸爸来看病吗 我带他来了 快走 快走 可我这里是普外科呀 你这么厉害 我爸爸当然更相信你了啊 是不是 爸爸 是 好吧 那我先帮老先生您预约一些检查 等检查结果出来之后 再看看具体要去哪些科 好 谢谢林医生 不客气 林医生 这个呢 是我给你带的咖啡 不用了 谢谢 只是一杯咖啡而已 这可是我的心意 你都不收的吗 你放这儿吧 谢谢 好 好 不能奉献给我 能奉献给唐平 盖儿翻滚进来 陆总 给邓律师打电话 啊 现在 你别进来啊 你要是敢进来 你就是私闯明宅 别别别进来 我可以找电视台放空 就是 你别动啊 你要是敢碰我 我就告你性骚扰 我都给你拍下来了我 怎么了 林蔚先生是吧 对 对 我是 林蔚先生您好 我是我客户的委托 就林雅之女士欠款四百万一时 进行追讨 啊 鉴于她的经济情况 我们觉得有必要了解 她的家庭还款能力 如果认定她无能力归还 我们将在近日 提起合理的诉讼 这 什 什么四百万 怎么回事啊这是 林雅之 你 你客户 她人呢 我的客户就在楼下 您有她的名片 您应该知道怎么做 怎么回事啊这是 来 陆芳妮 怎么 她想打我呀 林睿啊 我这个人呢 一般不给别人第二次机会的 但是为了你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 这更加坚定了我拒绝你的决定 你只想达到目的 强加自己的意志给别人 你口口声声说要结婚 但你明白爱和被爱 是什么感受吗 你知道家庭 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吗 你的眼里只有你自己 别人的心情意愿 你统统不在乎 如果你在乎 你也不会这么轻易地 去伤害别人的家庭 你一个负债人 有什么资格乒乓 那 陆芳妮 你就是一个自私幼稚的人 好 你 对 你 你 什么 方宁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一直幼稚下去了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喽 菜来喽 吃饭吗 一日之际在于晨 我一大清早起来辛辛苦苦准备的 都不伤脸啊 再担心饭总是要吃的嘛 是吧 妈 你不是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吗 我答应你们好不好 要是最后还是解决不了 我一定向各位求助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我都想好了 我呀 我得去看房子 别到时候把咱们家房子都抵押了 这东西都往哪搁呀是不是 张爱帝他们家有房子 看来我又得跟这个女人打交道 我算了算 把我那理财拿出来多少能凑点 反正林瑞是可以帮我挣回来的 是不是 林瑞 哪必须能挣回来 好了 吃饭 吃饭 快吃 吃饭 大姑姑 刚出锅的有点 快尝尝 好好好 先做的 看着就好 还有这饺子 我先拿一个 真好吃 真好吃 好吃吗 好吃 好吃啊 好不好吃 好吃啊 疼 你抢我干嘛 疼吗 实际 疼就对了 让他记住 告诉你 看他以后有事不跟我们说 你再敢跟我再踢上门下 我就直接把你嫁给 张爱帝隔壁二婶家表妹的女儿 你信不信 我信 信信信 信吗 疼疼疼疼 这王的妈 他舅舅的女儿 那三婶的女儿 那也行 行不行 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我呢 祸是我闯的 你们怎么一句都不骂我 打我也行 想得没你 你知道 最厉害的惩罚是什么吗 就是啊 你明明犯了错 我 却没有受到惩罚是吧 那 那你这心里得多难受啊 你呀琢磨去吧 对 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 吃 妈 来 吃饭啵嗦 真香啊 都不给我加 我自己吃 来 咬过过去 吃 真好吃 今天虾饺做得特别好 嗯 好吃吧 咬过去 吃饭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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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这样子 hotel 你会去做什么 我才会去做一些 我才会去做什么 对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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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 先想想想想想想像 你好 两位需要喝点什么 两杯热拿铁 好的 请稍等 别再摸你的油嘴了 能看着服务生说话吗 没人教过你礼貌吗 谁要喝拿铁 我一直想找小陆总好好聊聊 聊什么 小陆总把陆明经营得那么好 不过那些经商手段嘛 不应该是一个女人能扛得住的 林瑞才不会说这种蠢话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 完了 我都开始出现幻觉了 陆总的 我们已经在医院待了一天了 您下班还约我来这里 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应该是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吧 彭博告诉你了 你早就应该先告诉我 而不是他 他有什么钱哪 放心 钱这方面我虽然不是很擅长 但是你拾母他擅长啊 那就用吧 谢谢老师 但是这件事情 我自己能处理 你还是那么倔 我早就猜到会是这样 我呢 只是说说尽个责任 我都说了 你有什么摆不平的事呢 好 我们现在开始聊正题 德国研究所那边的事 怎么样了 新的课题已经申报上去了 那就不能再耽搁了 一线癌至今都是 普外难以攻克的难题 你父亲的病呢 又是你学医的根源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都想去那边做研究 可别为别的事情分了心啊 陆小姐 不知道你今天找我来 有什么事啊 陆小姐 陆小姐 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呢 是希望您和杨董 可以在董事会上面 帮我投赞成票 我就知道你找我的目的 那我有什么好处 我可以向你保证 以菲尼特正式通过之后 公司明年的营业额 至少可以翻倍 别跟我说这些虚的 明年的事谁都说不准 那这样 我私下和你签一份合同 如果没有达成我们既定的目标的话 我 可以转移部分我的股权给你 方宁啊 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你懂的 我不懂 我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听一听 要不这样吧 去我顶楼套房坐一坐 我详细跟你说一下 对了 上次那个药 你是不是放到床头柜里了 我跟你说 我今天约了陆方宁 就在这儿的顶层套房 对了 我待会儿就用 等会儿带点酒就上去 我让他好好尝尝 好 庞宁啊 写你啊 这房间是我常年租下来的 环境怎么样 喜欢吗 蛮好的 来 喝水 谢谢啊 对了 梁总 您说的那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 是什么办法 那个不起 来都来了 那是一个人 咱们聊挺别的吧 先喝水 不好意思 喂 小璐总 待会儿您约了 我在跟别人谈事呢 我知道 我会去的 你把准确的时间 地点发给我 好 放心吧 嗯 挂了 小璐总挺忙啊 确实挺忙的 所以我们就长话短说 杨总您说的那个办法 具体是什么办法 我们结婚 结 结婚 你不是有我老婆吗 那不重要 只要你肯点头 我随时都可以没有 可 可是 方婷啊 你也别可是了 我知道你爸 一直逼着你相亲 想让你结婚生子 你说你与其嫁一个 不喜欢的人 还不如跟了我 起码肥水不流外人田 你想想 以你目前在陆明的股份 再加上我杨家的份额 那以后陆明集团 不就是咱俩的天下吗 你别说一个应非你退 才来十个 也能保证畅通无阻 可是我们还没有感情基础 谁跟你说 结婚一定要感情基础的 你得到你想要的 我得到我想要的 那不是挺好的吗 是 你随着 我哥 你 nee 合作愉快 陆小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影里的情节 总有遗憾 却又会受道别 坐在我旁边的 座位又是谁 慢慢以为 I'm like 心放飞的感觉 我想就在今年 就在今年 I'm like I'm like 明的月亮的结 婚礼就在今年 I'm like I'm like 情侦前 不用学 恋爱就在今年 就在今年 他不再做 了解 我看 在这一oute 我看 最后 你 我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